HELLO 大家好,我是水豐廖 今天大家分享小技最新的手把 就是這款X2 Pro 那這支手把我覺得有非常大的亮點 值得大家去關注的就是它有跟微軟合作 像這個跟X8有授權合作 所以它在手把上面會有一個X8的按鈕 而且呢可以從手機後面看到 它就直接秀出這個Game Pass 所以它可以完美的兼容在Game Pass的一個應用上面 讓你的手機能夠隨時隨地完善 那除了它有支援Game Pass之外 而且它本身的設計的一些用料就非常非常的實在了 那如果有接觸過這個小技手把的朋友應該知道 它之前的主打都是支援彈彈模擬器 就是Switch的模擬器 但是它可以應用的範圍很多 現在又多了這個微軟的生力軍 而且它也可以應用在原生的安卓遊戲 包含GeForce 還有大家熟悉的中國的平台 像是小技模擬器、物販模擬器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蠻為玩家著想的 就是你可以玩的遊戲還會多 而且很難想像就是微軟也跟小技合作了 所以相信未來小技這一類的產品 應該會對遊戲玩家 這個遊戲組織來講有更大更大的幫助 一定會開發更多更多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大家去關注這一款 而且它的漆筆值也蠻高的 因為這樣一個手把你可以玩的遊戲非常多 平台跨的超多 包含如果你自己有XBOX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用GeForce的朋友來講 我就用它來體驗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的 那廢話不多說 就帶大家測試這個手把的部分 開始先看一下它有什麼配件吧 GO 好盒裝拆出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有一個X2 Pro的一個收納包 非常有質感 是黑紅色的設計 那另外它在拉力上還有字樣 好那打開收納包之後呢 可以看到手把主體跟一個紅色的配件盒 那配件盒打開裡面有非常多的配件 像第一個就是有XBOX的一個試用卡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買的朋友 你也可以先體驗看看 刮開它的銀器或有一個需要可以兌換 那覺得OK之後再去夾構 那再來是小機的貼紙 可以讓你應用 那還有一個原廠的說明小卡 那另外呢就是使用的說明書 它是多國語言的 那中文在比較後面的部分 最後呢它有附腳感的保護套 可以讓你應用在手把上面 有更好的一個操作手感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手把的部分 好Rio手上是黑色款 那另外也有白色可以選擇 那外觀呢是矽膠手把的設計 整體的手感偏柔軟 而且它有防滑的效果 好那手把是可以延伸安裝在手機上 那它的拉長的範圍呢 可以從11公分到17.9公分 好那Tape-C的部分的話 這次它是設計在右側 那上一代的話是在左側的部分 好那不管在哪一側呢 其實它Tape-C是可以翻動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相對的方便 可以讓安裝上更加順手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類比搖桿的部分 它採用的是日本原裝LPS的搖桿 手感非常的好 而且可以有效的減少漂移的問題 讓操控可以更細膩精準 好那按鈕部分的話 預設是Switch的佈局 那也可以透過內部的切換 切成插把的佈局 底部的十字方向鍵呢 它採用的是連體設計 所以是符合傳統玩家的操作習慣 好接著呢 在方向鍵的下方有設計截圖鍵 方便玩家可以記錄下 當下的遊戲精彩瞬間 好那另外則是有基礎的試圖鍵 菜單鍵 以及這次合作授權的插把鍵 好那在手把上面呢 配有霍爾線性LR鍵的設計 觸發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按壓上也比較順手 那背後呢還有藏有M1 M2兩個快捷鍵 那這兩個按鍵呢 是可以映射手把上的所有按鍵 可以讓你的出招變得更加的快速 最後呢在手把右側底部呢 配有Tab-C的接孔 可以讓手機在遊戲的過程中呢 也支援充電 當然官方有特別說 不一定每一款安卓手機都支援 這部分還需要玩家自己去做一個測試 那現階段呢 X2POO的X8授權只有出安卓版 暫時沒有蘋果版本 所以如果你是iOS玩家 可以參考圖表選購立代版本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手把的應用效果吧 好在應用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Leo在這個使用過程中遇到蠻多問題 那就一個一個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就是它Tab-C是可以翻動的 所以基本上呢要安裝在手機上的Tab-C孔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再把它拉開就可以使用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像這樣子有使用一個保護套 中間有點線性的話 其實它只有吃到一點點 它是不會有效果的 所以你必須要把手機殼的部分把它拔掉 好那我先把它拔掉再把它安裝上去 好現在Leo把手機殼拆掉了 那這時候就可以吃進去了 就要給大家看一下 Tab-C已經進去了 那怎麼判斷手機跟手把有沒有連接起來 就是在這個X-Bar上面會有一個燈 這個燈只要恆亮 就代表它已經吃到了 這個時候按鍵對手機就會有作用了 那這個是解決第一個問題 再來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當我在下載應用的時候呢 我有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我一開始是抓這個Game Pass 但是呢執行之後都會閃退 所以後來的發現不是這個 大家要抓的話要抓X-Bar這個 X-Bar這個應用再可以使用 好打開之後呢註冊帳號呢 輸入它的訊號之後就可以運行 好那運行之後呢又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呢 比如說我現在要執行這個遊戲 那你在這個 像這個遊戲地平線 你在這邊執行 好選擇X-Bar 它是不會有作用的 它就直接就會跳掉 那再來就是你從上面執行才是對的 從這邊開啟主機 然後你這邊點著繼續 那它會陷入無限的這個轉圈圈 Leo放過 一開始放1分鐘 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它都沒辦法進去 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個BUG 就是在中文的介面 它就沒辦法操作 所以你必須要改成英文介面 那怎麼改呢 就是從設定這邊點擊齒輪 往下拉 這邊呢 我們找到語言語位置 點進來把它改成英文 英文 那地區呢 最好一起改 改成美國 把這個地方先把它改掉 改成全英文的介面 再來呢 你的手機的部分呢 建立也把它改 有的手機是不需要的 有的手機是需要的 那我就先把手機的部分改成英文 好現在Leo手機也改成英文的介面了 那這時候我們再回來 然後再打開一次X-Bar這個應用 那現在就是應用跟手機 都是英文的一個介面 那這時候我們呢 再選擇這個地平線5 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算改成英文點這邊 一樣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要從上面這邊點 那這邊你在點 遠端啟用的時候 按下去之後 這一次轉圈圈就會很快就消失了 因為這樣才是正確的啟動方式 好這時候它就已經載入遊戲主機了 好有沒有看到 現在就有遊戲畫面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遊戲的部分 好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控制上是 遊戲是沒有問題 而且它切換非常的即時 給大家看一下 切四角很快 然後煞車也是沒有問題 好那控制一下類比搖桿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手感是 好非常的不錯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實現呢 在這個手機上面執行 X-Bar Game Pass裡面的所有遊戲 3A大作這一些 好那控制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上面菜單鍵 也都是可以叫出它的對應的內容 好不過就像前面提到 它這個跟SWOOCH的過局是相反的 所以你的X-Bar變成你要按這個鍵 才可以返回 它是相反的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 它的按鍵的部分 來做一個快速的切換 好再來就是右下角的 X-Bar鍵也可以叫出它的一個選單 可以叫出左邊 X-Bar的選單的控制 所以其實操作起來就跟 在操作X-Bar的感覺不會差太多 其實就只是把它的主機手把的感覺 移植在這個手機的介面上面 好那針對自己喜歡的畫面的部分 也可以按下左下角的部分 按下去可以瞬間的截圖 有沒有它控制很快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試一下下一個遊戲 好遊戲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然後自己去做一個下載跟操作 好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執行這個遊戲 我們就先點擊一下 好然後我們再返回 好那一樣從上面這個地方 選擇這個遠端開啟遊戲主機 然後按連接 好那這邊的話也給大家一個提醒 建議就是使用5G的Wi-Fi 這樣子連接上來講會更加的穩定 好那我們就點一下遊戲的前導 好現在執行的就是 X-Bar的另外一款飛行遊戲 好那一樣類比操桿控制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看 其實是非常的及時的 包含這個視角 這個操桿這樣子 輕輕轉動就可以感覺到 它的靈敏度是非常夠的 好上下左右都OK 好那按鍵的控制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也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利歐的這一支手機是 折疊機 好那它其實非常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還是可以安裝在上面 好那接下來我把它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感覺 好現在利歐已經把手機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有折疊的手機 你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這樣子畫面的話 會被等比例的放大 其實操作起來的 遊戲畫面的感覺 會再稍微更好一點 不過我個人覺得 手機的畫面也是非常不錯 只是說折疊來講 有更大的延伸的空間 好那它的控制來講 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就是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的 即時的 那你可以自由的去操作 Xava Game Pass裡面所有的遊戲 因為畢竟它有送你這個 適用的會員嘛 好那它推出遊戲的話 就左上角這邊會有一個按鍵 點下去之後 我們點一下三個點這個地方 好選擇這個Discount 就是把它斷掉這個連接 之後就可以跳出來 再去選擇其他遊戲 好那遊戲非常的多啦 這邊利歐就不如一個一個測試 基本上大部分遊戲都是可以穩定的 在這個手機上面運行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明書上面會有一個 小機遊戲裡面的QR Code 你可以掃描 Rio已經下載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應用的部分 好這應用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遊戲 你可以從這邊自由的去做操作 而且它有分直連的跟硬色的 直連的意思就是說 你完全不需要做設定 直接就可以玩 那硬色的部分就是你需要 去配置一下這個按鍵 對應的畫面上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點擊下面的部分 它可以先抓到你這個手機裡面有什麼遊戲 那像這種賽車部分都是可以直接操作的 那如果是其他遊戲的話 你可以自由去做一個應用的操作 那我們先示範一個直連的部分 就直接點擊這個賽車遊戲 然後選擇HID啟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操作 好現在已經進到遊戲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種是直連的設計 所以它是完全都匹配好了 不需要做任何的控制 可以直接操作 氮氣加速 類比搖桿的控制 包含甩尾 試一下 甩尾 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控制的話就是很方便 就是有一些對應的遊戲 其實它蠻多的啦 對應遊戲的話都是可以直接操作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手把上面玩 所以不只是針對這個Game Pass 就是包含手機的遊戲 也是都可以匹配 就是狂野飆車8 當然你也可以用在GeForce 或者是其他的遊戲平台 只要是這種直連的遊戲 它都可以玩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映射的部分 好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比如說我們執行有些遊戲 像傳說對決 它可能是需要映射的部分 你點下去它會跳出需要支援 這個V-Touch的啟動 好那點擊下去的話 它這個映射的部分 它需要做三個全線的開啟 好那先選擇第一個懸浮窗 也就是所謂的浮動視窗 好那進到這第二半呢 你就是要從你的手機裡面的APP去找 像Leo手機的APP比較多 我們就找到這個小機遊戲廳 然後把它的浮動視窗的部分把它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第二個我們需要開啟USB吊飾 這部分指的就是USB的增錯模式 我們需要進到開發人員的選項之後呢 找到下面增錯USB的地方 把它打開 好再來第三步呢 就是激活映射的部分有三種 那你可以依序呢 去按照它的需求 就先打開通知啊 然後開啟無線增錯的功能 一樣在開發人員的下面的地方 USB增錯往下的 第三個選項呢 就是無線增錯 好一樣把它打開 然後點擊進去之後呢 選擇使用配對碼配對裝置 好這時候呢 就會跳出6碼的數字 那6碼數字跳出來之後呢 你就直接把你的手機向下拖曳 因為它會有一個通知 小機遊戲世界 你點開之後呢 會有一個需要輸入 配對數字的一個地方 那這地方你就是直接輸入 它所顯示的號碼 然後按下這個連接 好這樣子呢 就可以完成無線映射的設定 好映射呢 設定好之後呢 進到遊戲之後呢 就會在手機裡面 會出現一個紅色的一個符號 你點開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跳出映射的一些功能 然後像這個就是L 左類比搖桿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那另外有一些按鍵的部分 ABSY 它是順序是亂的 但是你可以自由去設定 比如說你的A鍵要在哪個地方 那你的X鍵要在哪裡 而且這個按鍵的部分 如果對於你的按鈕 你的按鈕比較大 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把它拉大 去做一個調整 好那基本上映射的功能 就是讓 現在手把上面的 比如說ABSY 類比搖桿 迪背方向鍵 直接進去套用 因為像手機的傳送對決 我們可能是手放在這邊玩 但是你手在那邊控制的時候 你可以把類比搖桿 對應在這個位置 這樣你手就不用在這邊 你手可以在這個地方去控制 那上面的話 其實還有一些按鈕的部分 你可以去新增 然後包含呢 也可以做這個 自己個性化的存檔 現在的事情 就可以再去使用 自己套用的一個快捷 不過老實說 Ryu個人還是比較不建立 用映射的方式來玩這樣的遊戲 因為這樣子操作還是比較即時一點 像傳說對決的遊戲 就比較複雜一點 當然如果你真的想要嘗試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不過我還是比較建議 可以直接玩指點的方式 就是不需要做任何映射 直接去匹配它的這個搖桿按鈕的話 操作體驗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映射的部分的功能 也給大家做一個簡易的分享 好 最後給大家試一下 也可以遠端去執行Steam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執行一個遊戲 來看一下體驗的一個效果 好 現在引進來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用一樣可以連接這個Steam的部分 來玩這個三類的大作 其實操作起來的話 體驗也是非常不錯 因為它控制也是非常的即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操作上是沒有看到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手把就CP值很高 實用性很好 就是你可以去做 像是Switch的模擬器 或者是執行Steam的遊戲 或者是XBA的遊戲 包含它也有支援GeForce等等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遇到自己的需求 來應用這個手把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大致上的測試也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幾個小小小的缺點 就是其實它的操作手感是非常的不錯 像這就是像XBA的遊戲 其實它的APP上面有一些BUG 所以你要玩的話可能需要做語言的修改 還有這個手機的部分的話可能需要把 保護殼的部分拆掉 然後安裝上來說才會比較OK一點 而且它有尺寸上的限制 所以有些平板可能沒辦法裝 可能比較適合用在手機上面 再來就是呢 像它底部有一個Tape-C的部分 然後Leo有連接手機 那官方的說明是這邊的話 有一些安卓手機是可以支援邊玩邊充電的 因為在玩遊戲的話其實非常非常的耗電 但是我自己實測 我的手機是沒辦法充電的 所以如果你的安卓手機是不能充電的話 其實這也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他方面來講就還OK 因為不管是它的按鍵控制 快捷鍵到它的這個平台的設計來講 我覺得都非常不錯 最後就是它的映射的部分真的比較麻煩 像它要改這個 比如說要開這個開發者模式啊 要做這個無線的偵措的部分 還要輸入配對碼 這些部分我覺得稍微繁瑣一點 即便我會 我也覺得有點麻煩 但是我對第一次接觸的朋友來講 可能會比較不友善 所以這部分你可能要稍微消化一下 如果這些缺點你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覺得它是值得入手的一個手法 因為單價也就2000多塊 也可以應用的範圍很多 而且質感好 又有插發的授權 還有收納包 其實各方向來講都不錯 好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相關資料 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那今天資料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有喜歡六的介紹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